不容易得癌的人,一般都有这六个特质,快看看你占了几个。 近期,一则引人深思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病例学家在对大量尸体进行详尽的解剖后,竟发现几乎每个人的体内都能减出癌细胞。 这些发现的对象,他们的死因各异,似乎与这些癌细胞并无直接关联。 事实上,大多数人体内的癌细胞数量极为有限,尚未形成可见的癌种,只有在显微镜下经过放大才能窥见一二。 医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微小癌或一点癌,它们虽然存在,但并未形成威胁生命的恶性肿瘤。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甚至在不到一岁的幼儿胃内,也有癌细胞的踪迹,这不禁让人疑问,为何癌细胞会如此普遍地存在于人体之中,甚至连如此幼小的生命体也无法幸免。 一,癌症来自哪里,为啥会突然得癌症? 长久以来,癌症一直被视为人类的,终极杀手,令人心生恐惧。 人们常常困惑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得癌症? 癌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真相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事实上,大部分癌症并非外来之敌,而是源于我们自身正常的细胞。 当这些细胞发生异常增生时,它们便转化为我们所称的癌细胞,一群恶性异常的细胞团。 然而,对于拥有正常免疫功能的人来说,通常无需过分担忧。 当细胞出现恶变迹象时,免疫系统能够及时发现并清除它们,从而维护我们的健康。 然而,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癌细胞可能会在体内逐渐壮大,成为我们所说的内忧与外患。 内忧指的是由于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不佳等因素,导致免疫系统功能受损,无法有效监测和清除恶变的细胞。 这些细胞得以不断壮大,最终可能形成癌症。 而,外患则是癌细胞自身发生了变异,变得更为强大,能够躲避免疫系统的打击。 它们在体内不断生长,繁殖最终演化为癌症。 读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感到恐慌,担心自己突然患上癌症。 其实,癌症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从癌细胞的生长到能够被检测出来,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我们之所以会有突然患癌的错觉,往往是因为将查出癌症的时间误认为是癌症发生的那一刻。 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认知。 二、不易患癌的人,大多有六个共同点。 癌症杂志的一项深度研究皆是不良生活习惯与癌症的发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而掌握以下八个健康习惯,尤其能有效降低乳腺癌,截脂肠癌和肺癌的患病风险,即便无法完全做到, 这些习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癌症的发生几率。 以下是经过小九精心整理的六点关键建议,值得每个人深入学习和实践。 首先,我们应当积极调整饮食结构,多吃具有抗炎作用的食物。 如新鲜的果蔬,富含优质蛋白的鱼类,坚果,乳制品和蛋类等, 同时减少摄入高糖、高碳水、高盐以及反式脂肪酸等醋盐食物。 这些食物容易促使体内炎症分子表达,使身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从而增加患癌风险。 其次,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对于控制体重和预防癌症至关重要。 运动能加快身体新陈代谢,消耗多余脂肪,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同时避免肥胖,因为肥胖与多种疾病和癌症的发生有着直接联系。 良好的作息规律同样不容忽视,早睡早起,保证每天约8小时的充足睡眠, 有助于身体各脏气功能的恢复,提高身体素质,进而降低患癌风险。 此外,限制饮酒和戒烟是预防癌症的重要措施,烟酒已被明确列为致癌物。 长期摄入会显著增加患癌风险。 因此,尽早戒掉烟酒对于预防癌症至关重要。 保持豁达的心胸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同样有助于降低癌症发生率。 当心理压力减轻时,内分泌系统会变得更加稳定,免疫功能也会得到加强。 最后,对于女性而言,坚持母乳喂养不仅有助于预防乳腺癌,还能预防儿童超重和肥胖,对母婴健康都大有弊异。 三,癌症信号,藏在晨起时,警惕四种异常。 癌症早期的症状虽然常常不明显,但绝非无迹可循。 通过细心观察身体的微妙变化,我们或许能够捕捉到癌症的蛛丝马迹。 一旦发现身体出现以下几个症状,务必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首先,头痛和呕吐可能是脑肿瘤的早期信号。 这种头痛通常在清晨四至五点出现,患者往往会在熟睡中被痛醒。 疼痛表现为间歇性,有时轻微有时剧烈,起床后会有所缓解。 随着病情的发展,疼痛感会逐渐加剧。 持续时间也会延长。 当疼痛剧烈时,可能会伴随喷射性的呕吐,这通常发生在早晨。 呕吐后,疼痛会暂时缓解。 这是由于颅内压增高所致。 其次,全身乏力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症状。 如果在睡眠充足的情况下,早上仍然感觉无法醒来,且整天感到全身乏力,精神不振。 这很可能是胰岛细胞瘤的征兆。 同时,还可能伴有腹痛、腹泻和腹胀等异常症状。 这些症状是由于肿瘤导致激素分泌异常所引起的。 此外,咳嗽加剧或痰中代血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症状。 如果咳嗽突然变得频繁且剧烈,且咳嗽出的痰液中带有血丝,那么很可能是肺癌的迹象。 最后,尿液异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症状。 如果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尿液颜色异常发黄或发踪,甚至呈现浓茶色,且身体皮肤也明显变黄。 这很可能是肝脏出现问题的表现。 癌症的发生是每个人都不愿面对的,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更加关注身体的微妙变化,一旦发现任何异常症状。 务必及时引起警惕并就医检查,以便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提高治愈率和生存率,十大抗癌食物排行榜。 第一名,大蒜。大蒜堪称抗癌食物中的璀璨明星,内含的蒜素能够有效抑制致癌物质压消案的生成。 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蒜摄入量越高,患肠癌的风险便越低。 此外,大蒜还被广泛认为对预防胃癌、结肠癌、食道癌。 一腺癌和乳癌具有积极效果。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可食用2-5克新鲜大蒜,以享受其健康益处。 若您对大蒜的气味有所顾虑,也可选择食用洋葱、韭菜和葱等同样富含营养价值的葱鼠类蔬菜。 第二名,十字棵蔬菜、西兰花、椰菜花、羽衣甘蓝、十字花棵蔬菜,如西兰花、椰菜花和羽衣甘蓝,被公认为预防肺癌、乳腺癌、大肠癌和前列腺癌的得力助手。 它们富含叶黄素、玉米黄质和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这些物质有助于对抗癌症。 此外,十字花棵蔬菜还含有留带葡萄糖干物质。 一些研究指出这类物质同样具有抗癌特性,尽管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 十字花棵蔬菜富含叶酸、维他命A、维他命C、维他命K级膳食纤维,对身体健康大有弊益。 第三名,红菜头。 红菜头不仅营养丰富,口感甜美,而且卡路里含量相对较低,它富含叶酸、猛、纤维和维他命B,近年来更成为备受瞩目的超级食物。 红菜头可生食,也可榨汁饮用,但需注意生食时的清洁卫生。 红菜头的鲜艳红色来源于甜菜碱这一植物化学成分。 研究显示甜菜碱对心脏健康有益,并能促进免疫细胞和体内酶的产生,从而有助于对抗癌症的发展。 然而,由于癌症病人在接受化疗期间抵抗力较弱,因此不建议生食红菜头。 第四名,胡萝卜。 胡萝卜作为人类食用历史悠久的蔬菜之一,在中东和阿富汗地区已有5000多年的食用记录。 它凭借胡萝卜素的抗氧化特性,有效增强身体免疫力,仅仅半杯胡萝卜就能提供每日所需的维他命。 同时还是膳食纤维和维他命K的优质来源,在烹饪时加入少许油,更有助于营养的吸收。 据阿肯色州大学的研究发现,煮熟的胡萝卜相比生胡萝卜含有更多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且抗氧化剂含量在煮熟后会立即上升30%以上。 此外,马萨诸塞州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多食用富含胡萝卜素的深绿色和黄色蔬菜可能与降低老年人癌症死亡率相关。 第五名,杂梅。杂梅以其丰富的色彩和植物化学成分而备受瞩目。 例如,蓝莓富含维他命C、甲极蒙,且其抗氧化能力在众多果实中名列前茅,这主要归功于其含有的花青素、黄酮类化合物等植物化学物质,多项研究显示,这些成分有助于降低癌症风险。 不同种类的莓果在预防各类癌症方面均表现出色,由以胃肠道和乳腺癌症的预防效果最为显著。 第六名,黄豆。黄豆及其衍生品如豆腐、毛豆、豆浆和胃葱,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作为一种独特的植物性食物,黄豆不仅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还富含纤维、钾、铭、铜和蒙等多种营养素,其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预防大肠癌的发生。 此外,多项研究表明,黄豆食品的摄入有助于降低前列腺特异抗原水平,从而可能预防前列腺癌。 黄豆中所含的燥干等植物化学物质和活性化合物,被证实可以降低血液胆固醇,调节血糖,并对预防癌症展现出积极效果。 第七名,绿茶。 绿茶,绿茶,作为茶类的一种,以其独特的清香和保健功效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与红茶不同,绿茶未经发酵,保留了茶叶中的天然成分,绿茶中的茶多酚,特别是额茶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功能,多项研究证实其能够预防癌症的发生,特别是额茶素中的酸酯,具有抑制肿瘤生长和血管生成的作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绿茶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成人每日摄入量应控制在400毫克以内,以避免可能带来的利尿和抗氛等副作用。 第八名,姜黄,姜黄,这一在印度咖喱中不可或缺的香料,近年来因其潜在的抗氧作用而备受关注。 研究显示,在姜黄素摄入量较高的国家,乳腺癌、肠癌、胃癌和皮肤癌等癌症的发病率相对较低。 然而,目前的研究尚在进行中,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姜黄能够直接预防癌症。 此外,姜黄素的吸收效率较低,过量摄入可能导致胃部不适。 因此,在食用姜黄时,应适量为宜,第九名,奥米加三脂肪酸,黄花鱼,亚马子,奥米加三脂肪酸,这一在食物和人体中都能找到的脂肪成分,对健康具有诸多益处,其中的奥了属于植物性,而EBA与DHA则属于动物性。 这些成分在深海鱼类、果仁、植物油等食物中均有丰富含量。 贵湖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无论是从海洋来源还是植物提取的奥米加三脂肪酸,都能有效防止乳癌细胞增大。 其中,海洋来源的奥米加三效果更佳。 虽然关于每日应摄取多少奥米加三脂肪酸尚未达成共识, 但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通过日常饮食如黄花鱼、三文鱼等鱼类以及亚麻籽、其亚籽等素食来源,摄取到足够的奥米加三脂肪酸。 第十名,番茄 番茄,这种香甜可口的非淀粉类蔬果,不仅是餐桌上的佳肴,更是健康的守护者。 研究证实,多食用非淀粉类蔬果有助于降低口癌、唇癌、舌癌等上呼吸消化到癌症的风险。 此外,番茄中的茄红素也备受关注,虽然关于茄红素是否能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仍存在争议。 但已有研究指出,摄入富含茄红素的食物能够降低老鼠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或减缓其恶化进程。 对于人类而言,这一结论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茄红素属于脂溶性物质,在烹煮过程中不易流失,因此在烹饪时加入适量的油脂,如将其加入浓汤或与含脂肪食物一同烹制,有助于提高茄红素的摄取量。